音乐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星星 今天素颜出镜就知道又是一期妆容视频了 那马上就要过年了嘛 不知道大家的票有没有都抢到 反正回老家是肯定逃不过 见七大姑八大姨还有老大姨 老同学甚至还有前男友 我相信一讲到新年聚会妆 大家应该都会往土豪的气质去想 所有的奢侈品就往身上挂 挂满了为止 又或者大部分博主都会出一个超A的妆容 显得特别不好惹 然后力压全场之类的 但是我就思考了一下 现在的年轻人 大部分就是996或者007 明明每天过得已经非常的疲惫了 何必把自己乔妆打扮得那么辛苦 所以一个温温柔柔的日常妆 不带任何的力气 反而我觉得会让人家觉得你生活的非常的幸福和美满 就是这么一眼看过去感觉你和别人好像都不一样 是一个被世界宠爱着的小公主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种场合当中 你过得好才是真的赢了吧 所以今天这个妆我会比较强调色彩 尽量的去弱化它的线条感 首先我们先用下遮瑕 用的是这款LUNA的遮瑕膏 它的质地会比较的滋润 你看轻轻一推就可以严整的非常开 所以干皮在冬天用也完全不会卡粉 我刚才就说了 既然是被世界宠爱 怎么可以有黑眼圈对不对 所以这个黑眼圈一定要好好的遮一下 今天用的粉底 我选的是这个苏库的粉霜 就直接把这个粉霜点涂到你的脸上 它号称是月夜越美丽 所以用它的话就会比较的薄显 而且粉霜的质地也会让皮肤显得更好一点 好了之后我们用Cowndy的蜜粉来定一个妆 这个粉饼它里面是这种透明色的 就是哑光的那种效果 在容易出油的地方稍微的定一下 好了底妆OK给大家看一下 整体就是非常的清透 不要有太重的粉感 接下来就是画眉毛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KA的修容书 因为我不想用眉笔 所以就直接用它的一个阴影色来当眉粉使用 然后你整个眉毛不要画得太长 然后拿出一支眉笔来填补一下眉尾的毛 因为我是完全没什么毛嘛 所以要画几点 然后再用一个染眉膏 用的是这个Uni的 然后就是把毛色稍微的弄淡一点点 接下来画眼影的呢 我用到的是CT最近很火的四色眼影盘 它这个盘真的是很好看 虽然说颜色看似很普通很日常 但是这个粉感是真的好 它的珠光色真的是超级无敌细腻 给大家刷个色 就是你看超级无敌的细 它整个盘的颜色呢 就是这种粉棕色调的 整体看上去就是很温柔 完全不会出错的感觉 就这个下眼角的三分之一的地方 我们多涂一点点 最后呢轻轻的来画一个卧蚕 因为今天的妆呢要强调色彩 所以眼线呢我就用眼影来画 正好呢也可以去削弱一下它的吸力感 接下来就是夹翘睫毛 其实今天这个妆跟日子啊 妆有一点点像 就是睫毛的话就尽量毛茸茸感 那它若有四五不需要像平时那么的翘 睫毛膏呢用的是这支KA的睫毛膏 它虽然这个睫毛膏很细 但是里面的刷头并不是很细 就是这样的一个锥形刷头 然后把它刷上去 这个睫毛膏刷上去过后呢 就是那种超自然的感觉 你看 是不是 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睫毛 就是非常的优秀 好了眼妆呢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稍微的有一点点日杂风的感觉 有一丝丝的小甜美 接下来呢就是上腮红 用的是NAS的这个高潮 用我之前教你们那个耐克打法就可以了 接下来画一个口红 用的是这个植村秀的AMOR570 有一点点果汁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显气色的一颜色 我特别喜欢它 然后我的这个口链呢稍微的有一点点短 就是平嘛 所以我要把它画的一个微笑一点 下一步呢就是来修一个绒 但大家切脚不要修的太重 因为容易显脏 这发际线啊一定要涂 不然的话就是脱发嘛 就会让人家感觉到 哎原来你也脱发呀 这种感觉 所以发际线一定要齐 好了整个妆面呢其实就已经告一段落了 但是啊整体看上去还是有点温柔的过分 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特意再加了一个亮点在最后 我呢就很心机的选了一盘这个钻石高光啊 就是当大家换好衣服之后啊 可以把它扫在你们的这个锁骨的位置 这个区别哇哦 钻石高光就是不一样 女明星用的就是不一样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锁骨啊 真的超级无敌闪 就感觉整个银河都在我的锁骨之下 就很端庄的像我今天这样你穿个吊带 然后外面照一个这种针织衫也是非常的亮眼夺目 像什么前任啊情敌之类的根本就不在你的视线之内 那现在呢我就去换个衣服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是真心觉得这个装非常的名媛 并且显贵啊 我觉得你这样子去参加同学会的话 人家就会觉得你生活过得很好 就可能你的丈夫是我的老板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你这样子见到了过去的男朋友的话 应该他也会觉得你过得很好 替你开心吧 好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记得一键三连可以在评论里面给我交作业 我们下期再见 拜呀